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杨子成职场穿搭新模板,穿粉色衬衫配亮面裙,效果却惊艳。 大家都知道杨子的身材并不具有优势,他的身材比例是典型的55分。 而且有假胯宽的缺陷,腿部线条也不是很好看,大腿坠肉很多,小腿却纤细。 从前的杨子穿搭重规重矩,不过他近两年的穿搭却很好的扬长臂短。 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路线,尤其是出席活动的亮相装。 清成熟风格尽显女人味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杨子出席电影发布会,樱花粉色衬衫搭配酒红色亮片裙,不仅气质满分。 而且效果惊艳,堪称职场穿搭新模板,经常通勤的妹子千万不要错过。 樱花粉色是近几年的火热颜色,无论男女都可以轻松驾驭,衬衫,T恤。 短裙等单品和樱花粉色结合起来,都有清新自然的温柔气息。 杨子这件樱花粉色衬衫版型平庸,是典型的职业衬衫版型。 不过盛在颜色柔和,增添优雅甜美韵味。 下身搭配酒红色亮面半身裙。 酒红色和樱花粉一身一浅打造出层次感,整体的色彩更为立体。 更具高级感。 前开插的设计新颖别致,看起来更加时尚。 黑色裙腰设计恰到好处,明显地将上下身分割开来。 塑造上身短下身长的完美身材比例。 亮面设计更加惹眼,看起来更具高级感。 黑色高跟鞋和黑色裙腰相呼应,让整体更加和谐养眼。 这一身将大胆夸张的酒红色亮面裙,和温柔雅致的樱花粉衬衫结合得恰到好处。 净显端装大仿且又不失时尚感的小女人气质。 紫色衬衫体恤搭配牛仔裤,青春活力感满满,紫色条纹衬衫衬脱皮肤白皙。 少细两颗扣子露出颈部线条,显露好看的锁骨。 宽松的五分袖可以遮住手臂多余坠肉,非常适合手臂粗壮的妹子。 两袖的收口设计是亮点,漂戴设计感满满,增添少女感。 直筒牛仔裤修饰腿部线条,将上衣塞进裤腰更显腿长。 搭配于肤帽更具时尚感,妥妥的青春少女活力穿搭。 白色衬衫是职业装的代表单品,搭配牛仔短裙更具时尚感。 养子上身搭配简约纯白色衬衫,将下摆处打个结,不紧不丑,效果意外好看。 一个小小的细节设计,不仅打破了白色衬衫给人的呆板感。 整体造型瞬间变得有趣生动起来。 下身的牛仔短裙采用A字版型设计。 完美遮住大腿多余坠肉,非常显瘦,更适合臀部和大腿比较多肉的姐妹。 挤到毛边和中间一排扭扣的设计打破牛仔的平庸,让整体更有活力。 白色尖头高跟鞋大面积露出脚背,视觉上拉长腿部线条。 白色和上身的衬衫相吻合,看起来更加协调。 红色方包立体感强。 饱和度高,给整体的蓝白搭配增添活力,起到提亮的作用。 无论是通勤还是初阶,这一身搭配都不会出错。 连衣裙是女孩子衣柜里的必备单品,穿起来即刻变身小仙女。 杨子身上这件连衣裙用白色打底,上面是绿色卡其色印花。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的薄纱面料,夏天穿清爽又透气。 收腰设计彰显纤细腰枝,袖口采用泡泡袖,刚好遮住手臂坠肉。 领口的镂空设计新颖别致,时尚感MAX,搭配浅棕色复古包包。 整体时髦前卫又清凉舒适,夏日出街约会必备穿搭没错了。 同样是白衬衫搭配短裙,将牛仔短裙换成纱裙,气质立马变得优雅迷人。 纯白色衬衫简约肃静,性色半身裙采用双层设计,内层用短款打底。 外层用长款修饰,上面用花边点缀,仿佛将一朵朵盛开的鲜花穿在身上。 利用内外层的长短步易打造飘逸感,整体看起来轻盈又通透。 红白纹衬衫搭配黑色半身裙,红白黑颜色配置带来复古感, 气场更加强大。衬衫领口用红色蝴蝶结修饰,更显少女感,俏皮有活力。 红白纹衬衫偏繁琐,用纯黑色半身裙搭配符合反简结合的原则,更加协调养眼。 开插裙带有一丝小性感,走路间露出纤细眉腿,又获利满分。 整体搭配养眼耐看,俏皮又活跃。 初阶约会通勤都可以通通试用的衬衫半身裙的搭配你都学会了吗?